今天20分 佑蓉早安 陈宇早安 好 那么要出门上班上课之前呢 赶快来看看天气了 好像还蛮明显 今天有点冷稠稠的感觉 是不是真的要变天了 所以今天出门是不是要多穿一点呢 好 其实今天来说呢 封面开始逐渐难下 而且在封面之后 有一道冷空气也会开始难下 所以呢 今天大概是在下午的时间点 就会开始变天了 而且北台湾这个温度啊 一路从18度会直接掉到12度 所以呢 晚上的时间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来个人出门要注意哪些事项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今天冷空气开始难下 所以呢 今天会越晚越冷 那大约呢 是在整个下午的时段 冷空气呢 就会开始逐渐的难下 晚上的时间点 北台湾低温来到12度左右 那不过今天来说 雨量来说相较是比较少了一点 大约呢 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北海岸 有点零星短暂飘雨的现象而已 那不过在中南部来说 受到整个冷空气的影响性 相较是比较小 那在中南部还是一样 清晨晚上时间点比较偏凉 那到了白天的时段 高温还是可以回升到26 甚至可以回升到27度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定量降水预报了 今天来说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今天主要是在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地区 会有零星短暂飘雨的情形 那大约呢 是在整个下午的时段 大约是在整个东半部 也还是有短暂飘雨的现象 但是影响性不大 晚上的时候呢 雨室就已经开始逐渐趋缓了 但是今天要注意的就是说 今天的空气品质了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AQI实测的部分 在新港这边呢 AQI指标是来到了125 橘色警戒是对于敏感族群来说是不健康 那至于在全台方面呢 像是在中半部地区 云嘉南在高频地区 今天也还是一样都是亮起了这个橘灯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下午的时段的话 冷空气开始难下 所以呢 大约是在下午的时候 扩散条件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就把这些公屋催走了 所以呢 在下午的时段 空气品质会开始逐渐转好 那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重点 来看一下北部五日的天气变化了 最冷最冷的时段 就会落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这个时间点 北台湾呢 温度是下降到了12到13度左右 那大约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在清晨的时间点呢 冷空气开始逐渐减弱 气温呢才会开始回升 所以呢 今天跟明天两天 或是这整个礼拜最冷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不过我们当然关心说 1月11号 投票日的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 其实呢 在投票日当天 还是一样是多云时勤天气 白天的时间点呢 高温是回升到26到27度左右 但是清晨晚上要注意一下 还是比较偏凉 低温来到了14、15度左右 那大约呢 是到了礼拜天的这个时间点 风面开始又南下 所以呢 北台湾又开始 凌星短暂震雨发生的几率 那至于在中南部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那今天来说呢 中南部日夜温差稍微偏大 清晨晚上低温来到15、17 但是白天高温可以升到26、27 那不过呢 到一整个礼拜 受到整个冷空气的影响性 相当是比较少了一点 所以呢 中南部来说 还是一样是多云时勤天气 只有在礼拜天 云稍微比较偏多一点 以上这一节的细项 再把时间还给神移 好 我们先谢谢游泳带的细项讯息 稍微先